巴黎奥运今天下午2点起开始第一天赛事 东京奥运与球能双金牌得主李扬 王麒麟与柔道银牌得主杨勇卫都将迎来首战 其中打头阵的杨勇卫将扛下中华奥运代表团的夺牌先锋 集气集气 心愿心业与你一同为中华队加油 由于柔道赛程将于一天内结束 意味着夺下上届奥运柔道60公斤及银牌的杨勇卫 以及女子48公斤级的队友林真豪将担任夺牌先锋 比赛将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 教练刘文等透露 杨勇卫的八强对手很可能是哈萨克的斯梅托夫 会是本届赛会的一大考验 与球帅先登场的是混双叶红卫 李嘉欣 晚上8点首战将遭遇香港组合邓俊文 谢盈雪 接着28日凌晨3点换林扬配亮相 首战将面对世界排名第7的宝木卓朗小林优舞 教练陈红林分析 虽然混双有一组选手退赛变3抢2 却反倒面临着一场都不能输的压力 至于林扬配前两战若能顺利过关则晋级机会非常浓厚 桌球方面林云如 陈思雨的混双搭配 晚间11点15分的16强赛 是将强碰世界第10的地主大乐布朗 袁佳南 若能挺进8强 还得遭遇世界排名第一的魔王组合王储清 孙颖莎 签表超印 另外第三度吸手挑战奥运网球女双的詹佳姐妹傍晚6点开赛 第一关就遇上大魔王 冬奥金牌得主 掌握7座大满贯女双金杯的杰克名将雷茨科娃 斯尼科娃 女子拳击由上届同牌黄晓文打头阵 晚上9点30分将在女子54公斤级首轮 碰上蒙特内哥罗选手高耶科维奇 她曾在6月拳击世界区资格赛以5比0胜出 如顺利晋级 将碰上保加利亚头号种子 两面欧锦赛金牌佩特罗娃 吴施仪也将在60公斤级赛事上场 晚上10点50分将遭遇来自南韩 2018年雅加达亚运金牌得主吴炎志 在杭州亚运清廷标杆女子K1勇夺金牌的张竹涵 将在金日迎接前两轮赛事 女子10公尺空气手枪资格赛也将于金日举行 相隔一届再度战上奥运舞台的余艾文 以及首度参赛的刘恒瑜 不仅同样有机会力拼手面奖牌 更有机会挑战射击对时手面奥运奖牌 另外唐佳宏也将于金日出战男子竞技体操资格赛